感谢大伙 非常高兴能来参加天津卫视的群英会这档节目 昨天晚上啊我还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丢了六百块钱 人不都说梦是反的吗 这就证明我能减六百啊 所以我今天兴高采烈的就来到了咱们电视台 到门口的时候我一摸兜 我发现我丢了九百 这个梦确实是反的 丢就丢尾无所谓 人现在就需要保证自己一个平和的心态 就我走到这门口我就碰见一人 这人呢他跟我问路 直没瞪眼冲我就过来了 啊我问你厕所怎么走啊 我这人干什么事我都不着急 我说那我得先问 你是找那收费的呀 还是不收费的呀 他说这有什么区别吗 我这憋着呢 你就赶紧告我厕所怎么走 我说你别喊 你喊你再给我喊忘了 我告你啊 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你往这边走 然后你看着红绿灯 你过一个红绿灯之后啊 你左转 然后你再数着 数两个红绿灯 然后你再右转 也就150米 看你的马路对面 那儿有一个小广场 那儿人多 你上那儿问去 结果他扭头骂我 这我也不跟他着急 现在我就发现 人确实是有点浮躁 谁都有梦想 都想成为行业的翘楚 出人头地 这些演艺行业都是这样 并不是靠真正的才艺 和才华出的名 有的是靠怼评委 我也想过这事 不行我选秀的时候 我也怼评委 但是这实在不是我的性格 我怼我也不一定 能怼得过他们 所以呢 我就量身给我自己 打造了一个悲惨的身世 我觉得这样保不齐 能打动评委 我给你们来一遍 我这个悲惨的身世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 我太惨了 我打小 父母离异 法院判了两回 把我判给了邻居 后来邻居不认账 没办法 我只好跟着我奶奶生活 但是我奶奶体弱多病 每天要靠大把大把的吃药 来维持生命 自从我的加入以后 我的奶奶入不复出 我记着那是一个月黑风高 好月当空的夜晚 我奶奶突发心脏病 把我急坏了 我找遍了全城 我要找到最好的中医 给我奶奶治病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老中医 叫皮特 治了一个多月 我奶奶还是卧床不起 最后我奶奶也没有办法 只好把我过季给了我妹妹 我妹妹从此担负起了送我上学的责任 每天早晨 她要先把我送到学校 然后她再去上幼儿园 天天执告 天天挨老师骂 后来我妹妹也没有办法 就把我送给了我舅舅 我舅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为了养活我 更是加班加点地干活 特别的辛苦 经常要冒着大雨去浇庄家 后来不幸的是淹死了 再后来 评委就把我撵出去了 其实有的时候啊 还是得踏踏实实的 我记着有一回到农村喂问去 去了以后啊 正好赶上人家办白事 二百来位趴地下正哭呢 去了以后我一看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呀 我得给人逗乐呀 这我怎么逗啊 前面呢是唱歌 唱好日子 唱完以后没人理 底下哭底下的 她唱他的 他下来以后 我说这跟我也不挨着呀 我也不能像他那样演呀 我就嘀咕呀 以我这么优越的专业素养 万一我上去 我一不留神 我再给人家逗乐了 那我也太自责了 毕竟那二百位有一半 是人家主办方花钱 雇来哭的呀 还有哪不好演呢 到工厂里边演出不好来 底下坐八百位职工 等着看演出呢 我刚要上台 厂长过来了 等会儿 等会儿再上 我给你维持一下秩序 厂长背个手就上来了 怎么回事 看演出呢 知道吗 无组织无际 那脚上 焦头截耳 乐什么乐 这听香声呢 知道吗 不许乐 来演吧 我怎么演呀 说啥人家也不敢乐了 说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实演员 也得面对不同的观众 有笑点高的 有笑点低的 你碰见那爱乐的观众 你说什么他都乐 碰见那不爱乐的观众 算完了 坐那跟评委一样 我说什么他也不乐 我拿俩手挠他 他都不乐 那还有那脾气暴躁一点的 站起来骂街 说什么玩意 可乐吗 我也三十多岁人了 演着演着出底下 站起一位来指鼻子 哇哇骂街 您说咱受了吗 我是那要脸的人吗 我是那不要脸的人吗 站起来骂街 但是咱回头得琢磨 为什么人骂街 没给人逗乐了 这事不能怨观众 只能怨自个儿没本事 所以我一咬牙 我不演出了 我回家练功去 我练一年 我就不信 我骂不过他 谢谢大家 和事实回言 谢谢 我在下面一直乐来着 乐都没人样 这种观众 以后你就应该 给他都弄得聚唱 我是属于那种笑点 你就一聊门聊 又乐的那种 对 我可以顾你 像我们那乐的 但这经历 有没有你真实经历过 类似的经历 有类似的 这些就是夸张一些 确实是让人家说过 往那一站说两句话 然后你就下去吧 下去吧 就知道了 咱不也得照长眼吗 确实很不容易 一直坚持到今天 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 对 而且这个风格 郭老师也认可 这个是我们的相声 很不容易 掌声送给佩妍 谢谢 谢谢